在这个优生略胎的魔术世纪 每个人从出生就已决定命运 魔术的奥秘并非一代人完成 父母将一生锻炼的成果 让自己的孩子继承 也证明传承世代越多的家族 魔术力量也会更加强大 虽然这是世界的基本理论 但却有一人想要将其推翻 认为只要对魔术有更深的理解 能够更加巧妙地运用魔力 就绝对 即使传承世代很少 也能成为一流魔术师 讲师肯尼亚对微博的论文急于否定 说出这一切都是妄想 血统决定魔术的优劣 乃是无可动摇的事实 有着九代魔术血统的坎尼亚 看不起才传承三代的微博 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嘲讽他 也让微博无比愤怒离开 却在途中遇到快递专员 拜托他将包裹送给坎尼亚 微博通过寄件地址 在图书馆查阅资料 了解到圣战的真相 距今两百年前 被称为玉三家的爱因兹贝伦家 以及马其利家原版家 三家魔术师联手 成功召唤出能实现一切愿望的圣碑 因为圣碑只能实现一个人的愿望 导致合作关系变成血腥的争斗 从那时期美国六十年 圣碑都会在导国重现 选择七名魔术师作为有权得到他的人 让他们能够召唤出被称为从者的英语 被分配到七个直接的从者降临员时 以死都来 中谁才是最适合得到圣碑的人 圣碑战争不需头衔权威 全凭自身实力决定胜负 为了能在这最好的舞台展示自己 微博拆开包裹得到英灵的圣遗物 前往东幕式参加圣碑战争 可怜的肯尼亚哭晕在厕所 看着手上的令咒 微博无比兴奋自己被圣碑选中 开始准备召唤英灵 为了省去不必要的麻烦 微博使用魔术催眠 借此住在老人家中 等到夜幕降临 微博布置好阵法念出咒语 成功召唤出强大英灵 拉开圣战的序幕